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这个债就有得还 等于所谓的这个无风险收益率 那么地方债 虽然说咱们中国人可能很难想象说地方政府会破产 但是实际上对于其他国家地方政府破产过 比如加州政府 施马辛格不就几次破产吗 对吧 政府关门了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认为 国家中央肯定是最有权威的 那我北京市有钱我可能可以 那我如果说比如胖的家乡内蒙古 他财力没法跟北京比 那他发的债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还不上的可能性呢 总之信有不如咱们这个中央政府的国债 对不对 现在大笔一挥一样了 只要是地方政府发的债都跟国债一样 那您说是不是影响挺大的 假如我们说以这个银行持有80%到90%的这个债 我们来算的话 他能释放多少呢 20%他相当于啊 大概要释放2.6到3万亿的钱 那这个钱多了会怎么样 胖子跟您捋 第一个 现在很多地方啊 发不出工资来 发不出工资的同时呢 咱们就不说是哪了哈 有的地方甚至还以这个年化12.5%的利率 政府管谁啊 管公务员借钱 所以呢 如果这样这个钱一进来的话 应该说对于地方政府的债务是一个环节 最起码银行这个钱投赘了 就可以按照胖子最开始说那个 去买你的这个债了 对不对 幸运带转盘的活动开始了 最高可获得2000元现金红包 请搜索金融民工及胖子的微信公众号 在微信号上回复 我要中奖就可以参与活动啊 那么这个债 你把20%却要之后 你抵押到银行 能抵押出来更多的钱了 对不对 这就是第二个 水啊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地方债 买了 然后再拿去再抵押 七七八八经过一些复杂计算 宁愁记结论 能够放多少钱呢 大概能够给整个资本市场注入 5万亿人民币 挺多的吧 5万个亿 那现在呢 就又说到最后一点 最关键的一点 老百姓怎么样了 一般人可能说 哎呀胖子 那这5万亿出来 是不是整个房价又要涨 咱们是不是赶紧买房啊 稍安勿躁 胖子告诉你啊 咱们现在整个这个房价 不是他自己不想涨 是真的不让涨 所以呢 房企这个 你要想短向 在这接着往上 像那么疯涨 不现实 那你说这种民生领域会不会涨 一定会涨 但是这个涨是有度的 胖子要告诉你 民以实为天 老百姓可以没有房子住 老百姓不能没有饭吃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种粮食领域 或者是对于食品领域的 一定范围的上涨 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但如果针灸那种的爆发式的 那种抱负性的上涨的话 它一定会被严格的摁下来 如果您炒股可以去试一试 因为现在毕竟钱多了嘛 可能这个摩底 这个概念的过程 但是呢 从其他的更多角度来讲 什么 基建要盖上去了 这大量的钱都会扔到基建里面去 我们去修铁路 我们去这个盖大楼 我们去整个搞水利建设 所以如果您要是家在这个农村地区 咱们可以欣慰一点 因为国家要把这个水利建设提上来了 如果您的家在比较边远的地方呢 也要开心一点 因为很多过去我们不修的 铁路啊 高铁啊 等等要修了 还有就是什么呢 如果您要是家里整什么水泥啊 沙子啊 石头啊 建材啊 是个好机会 基建了嘛 虽然房子住宅咱不让走了 但是基建总还是会带来整个建材这方面的 一个小阳春 对不对 欢迎订阅 去吧 是吧 谢谢观看